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跟地府记一样 很快的他就脑子长肿瘤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弟子一万 你想 这种把好事记下来和把好事不用记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因为不是说举头三是有神灵吗 师父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师父 就问你呀 你因为有劫了呀 你有劫你要把这些好事 你要拿出来了呀 你不能再藏了呀 要拿出来来抵消你的劫难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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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师父 做一百件好事之后还需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吗 师父这个问题 做一百件好事之后 做一百件好事之后 功德宝山神咒 归功德宝山神咒念呀 大悲咒礼佛 还有那个小房子都要念的呀 就是再配合一百件好事的话会更灵痒 大悲咐 大的